歡迎來到2017未來大人物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洪婉倩 說到創新 不管是在哪一個領域 或者是什麼產品 或是什麼樣的服務 通常都會帶有一點點瘋狂 或者是革命的色彩 但是呢 不同的部門 不同的個人 都有不一樣的想法 所以如果沟通不良的話 就會常常導致 向想要買蘋果的人 強硬推銷橘子 所以呢 溝通就非常的重要 今天的開場講者 我們邀請到 兩位在創新領域 做出非常多貢獻 而且突破的溝通者 一位是過去曾經 擔任行政院長 在擔任院長的期間 推動許多新創友善法規的 台灣大哥大基金會董事長 張善政董事長 以及由資深媒體人轉戰 影音串流服務平台的 愛奇藝台灣站總經理楊總 接下來我們大家以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他們上台 請坐請坐 在我們講座開始前 還是先請兩位 我們今天都稱為溝通者 這樣聽起來比較年輕一點 請溝通者來跟我們大家打個招呼 院長要不要先跟大家打個招呼 主持人大家 各位來賓大家早 早 你好我是楊明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早安 怎麼台下好像沒有什麼緣情 因為太早了嗎 還是今天是Monday Blue 好 那在我們一開始呢 先講到創新的溝通 過去呢兩位不論是在企業界 或者是政治界 都有相當多的經驗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請張董事長 來跟我們聊聊 現在不少年輕人會覺得 台灣好像沒有希望了 如果創新是這個世代的突破口的話 那張董事長怎麼看待 台灣的創新發展 特別是過去在行政院院內 就是推動了非常多很多創新的一些法規 我們是不是請張董事長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好 開始了 好 我就用大概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分享一下 創新產業的溝通挑戰 這題目不是我訂的 這題目是主辦單位訂的 創新產業我在外面介紹過不少次 講創新產業的溝通挑戰這第一次 這題目非常好 出發點就是說 一個創新的大部分是年輕人 創新者要到成功 這整個過程裡面 最大的挑戰 通常都不是自己的技術 我有一個很好的技術 我要變成一個新的事業 既然你敢這樣想 技術本身通常都不會太離譜 但是要把一個技術弄到市場能夠接受 變成是一個一番氣候 這是有點困難 所以我在這邊 大概我就跟大家報告一下說 我過去接觸到很多年輕人 他們在想什麼 為什麼要創業 第一個是說 我不喜歡去台積電 去紅海上班 因為好像好累喔 爆肝 或是張忠謀 郭台銘 他們都鐵碗的那種氣人士 我對他們那種作風怕怕的 或是說這個台積電 我只舉例喔 我只舉台灣兩個最成功的企業 台積電跟紅海 一定是很講求紀律 那講求紀律的話呢 裡面 我有沒有增自己的創新空間呢 所以這樣想一想啊 有些人啊 其實資力能力 是有辦法進到這種 台積電 紅海這種一流企業 可是啊 第一個想法是說 我想自己創業 創創看 所以這樣的話 我覺得老實說啊 不健康 我覺得你如果因為排斥大企業 而要自己去創新啊 這是不對的 那個馬雲啊 不是說 你看大陸創新的人 什麼都很年輕 來台灣看到這個 台面上的企業界人士 施正榮 郭台銘 這個張忠謀年紀都有一把了 好像兩邊這些 企業界上台面上人士 年紀不太 不太 搭掉 所以好像年輕人覺得 台灣 自己創業比較好 但是我要講啊 台積電 紅海 今天在世界上面這麼成功啊 是有兩把刷子的 你如果不進去台積電跟紅海看一看啊 你就看不到它 為什麼會成功 那你如果自己將來真的要創業啊 難道台積電跟紅海 今天走的這些歷程裡面一些經驗 你自己創新用不上嗎 大家要自己先這樣想啊 所以你即便要自己創新 難道就一定先要排斥大企業嗎 我覺得我們年輕人心裡面這個問題要自己先想清楚 再下來啊就是自己創業 不得已嗎 我剛剛講說你不想去大企業 所以自己創新 還有自己個性不適合當部署 我就碰到一些年輕人 那個說是說年輕你觀念很創新 可是他說我問他說你為什麼創新 為什麼要自己開創一個新事業 他說因為我爸爸拿我的名字去給那個姓名學人算過 說你這個人啊不適合當部署只能當老闆 所以我要自己出來創業 這樣嗎 真的是這樣嗎 有人是這樣 還有還是你真的有很好的創新想法 等一下我會舉兩個例子 什麼叫真的很好的創新想法 創新可大可小 這個是前上個禮拜 張忠謀在預算科技協會的演講 他說創新可大可小 我平常穿深色的褲子 今天我換一個灰色的淺色的褲子 這個也叫創新 這創新一點impact都沒有 所以那個 張忠謀說你的創新可大可小 你的創新對市場有沒有衝擊 等一下會講到愛奇藝 愛奇藝是大陸上最有名的OTT 那其實網路上面大家 我們很多台灣年輕人都要想說 網路上面很多創新空間可不可以做OTT 對不對 還有你有說服力嗎 你覺得這東西賣得出去嗎 自己的能力夠嗎 好啊你技術本領不錯 可是你現在如果真的創業 你要去說服投資人 你說服得了嗎 你要有一個business plan 你會做business plan嗎 你要有一個financial plan 你會做財務規劃嗎 你要做行銷 以前我們像我自己這種學技術的 學工程的 老實說很早很早以前我看不起行銷 看不起市場行銷 後來發現市場行銷太重要太重要了 還有另外一個你有好夥伴嗎 你自己一個人唱獨角戲 還是你要找一群夥伴跟你一起弄 你找得到嗎 最後很重要的 我們今天的主題溝通 別人看得懂你的東西嗎 看得懂嗎 我就現在下面這張照片 大家看不清楚這張照片是什麼東西 我現在這一張投影片要講的是說 創意是無所不在的 我去年520退休以後 我就花很多時間在花蓮 我昨天晚上才從花蓮回到台北 週末加上一兩天 額外一兩天我就在花蓮 摸都摸西 都摸我那塊農地的東西 我就碰到一個年輕人 這年輕人 他租了花蓮西旁邊的河川地 好幾甲 五月六月的時候 是我們花蓮西瓜的盛產季 第一梯的收成 那我就問他說 你今年大概會有多少收成 準備怎麼樣 你這個西瓜完全沒有農藥什麼什麼的 一顆一顆賣多少錢 他說我這西瓜比較大的像一樣 一顆一顆賣500塊台幣 這個價錢蠻高的 你如果到台北大賣場去 大西瓜 前幾個月大西瓜一顆大概200到300之間 500塊是蠻貴的 甚至有超過500塊的 我說你大概有多少顆 他說如果情況好的話 可能有將近一萬顆 八九千 五千到一萬顆 我說這個五千到一萬顆 這範圍好大 你到底是有多少顆啊 他說你要我去算西瓜 我那西瓜填好幾甲 我帶你去算好不好 我說他說還沒算完 你就中暑暈倒了 我說那你怎麼辦 他說我也在頭痛這個事情 這個年輕人幾年前 因為爸爸年紀大了 他原來是一個電腦工程師 在修電腦的 後來他就覺得說 他要回去接爸爸的農業 這個不算事業 然後就開始做這個 然後我就說你啊 到底有多少西瓜 他說我也在頭痛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各位看到這個照片 是西瓜田 那然後他用空拍機 他去買一個空拍機 在淘寶買了一個大陸的空拍機 各位知道世界上最有名的空拍機 是大陸品牌 叫大江 買了一個空拍機 就是拍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說現在拍下來了 我要怎麼去算西瓜 我不用在田裡面走了 我要去算西瓜 但是我總不能用眼睛一顆一顆 用筆在那邊算過就打個勾 算過打個勾 沒有這樣幹的 他就開始寫一個軟體 然後啊 用影像辨識的方式啊 開始去算西瓜 這個裡面呢有兩個關鍵 第一你要知道它是西瓜 不是河邊的一塊石頭 第二你要知道這個西瓜是可以收成的 因為有的西瓜是死掉了 種到一半就沒營養 那個曼藤斷了就沒營養就死掉了 他就想了一個辦法就算西瓜 後來算出來了 我這裡不想記住細節 他今年啊 那個真正收的西瓜大概六千多顆不錯 而且他不透過那個傳統的市場賣 他在網路上面一賣啊 這六千顆西瓜 當場啊兩天兩三天之內全部都賣光 他做了這個案子以後啊 我就開始 這個年輕人啊 為了自己西瓜田算西瓜啊 就這麼年紀一動就搞出這東西來了 搞出這東西來啊 然後就有人注意到了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算別的東西咧 他說你要算什麼 他說你西瓜是死的 站在地上是死的 不會動 都我的養鴨場很多鴨子 你可不可以飛到我養鴨場上面去算我的鴨子 他說我試試看 好 幫我按一下這是動畫 空拍機拍的動畫 好 按那個左下角 各位稍微看一下養鴨場 鴨子在動 可是大家看起來鴨子好像動的不是很快 所以勉強跟西瓜的這個方法可以用 那當然現在等一下右下角會出現一片鴨盆 你看水邊有一片區域鴨子特別密集 好 空拍機這樣飛一遍 飛完了以後 這養鴨場的主人問他說 請你告訴我 我到底這裡面有多少隻鴨子 活的死的 死了多少隻 活了多少隻 對不起 他說 我把這影像辨識的原則 從辨識西瓜改成辨識鴨子 然後改一改改一改 弄了不到一個禮拜 弄出來了 剛剛這個錄影帶的這個照片 整個從 剛剛我們 剛才空拍機從右到左邊飛一遍 那算了一遍呢 他說一共有3760隻鴨子 就這樣算出來了 所以這個養鴨場的主人看了也說 還不錯還不錯 這個就是我講的 一個年輕人 只是過去是硬體工程師 但是現在面臨這個問題 臨機一動就可以去 這個有些創新的東西 那這個跟我們今天講的溝通啊 很有關係 因為他後來就想把這個東西 拿去申請我們某個政府機關 一筆經費繼續往下做 他就去那邊做簡報 結果被這個評審委員 電得亂七八糟的 電到最後他說 我不拿政府的錢了 我回來自己想辦法吧 那還不錯 他被評審委員電得亂七八糟以外啊 我們主管的農業的官員看到他的東西是不錯的 就跟他說你不要洩氣 你不要洩氣 他說雖然你被我們政府找的這些評審委員 電得亂七八糟的 可是我告訴你 有這麼一個機會你要不要 幹什麼呢 下一張 這個對不起跳太快了 他 那官員就說 你知不知道世界上最大的鳳梨田在哪裡 在印尼的蘇門達賴 他說那片鳳梨田有三萬公頃 三萬公頃 占全世界鳳梨產量的20% 這個鳳梨田的主人是一個華人 印尼的華人 那每年呢 他們就找澳洲的一個公司 開的那種小飛機 有人開的小飛機 幫他們撒肥料 撒農藥什麼什麼的 收的很貴 後來呢 這個華人就到台灣來碰到這個我們政府官員 說你台灣有沒有好的辦法 我們政府官員就說 你這年輕人不能拿政府的錢 政府的評審委員不行 不欣賞你的東西沒關係 你要不要去印尼試試看 他說好 所以他就搞了這東西 他要在台灣先試一下 所以他就到花蓮鳳梨那邊的一塊鳳梨田 就開始搞你看地上一個最便宜的一個空拍機 還有一個平板電腦 然後呢他就飛上去 這是我們鳳梨 花蓮鳳梨那邊的鳳梨田 拼湊完以後啊 也不小 各位看這一整塊啊 上面全是鳳梨 他就在我們台灣的鳳梨啊 鳳梨啊 試了一遍 弄了好了以後啊 前幾個禮拜到印尼去了 那希望印尼那個企業組啊 有看上他的東西 那個 所以我講這個 就是說其實有的時候你在台灣 沒有人賞視你 沒有關係 剛剛我們主持人講的 法規啊 制度啊 我們找的評審委員 可能觀念上面 根本就覺得農業跟空拍機 跟人工智慧什麼關係 可是我們年輕人就覺得說 農業為什麼不能用空拍機 用人工智慧 當然可以用 而且呢 已經進軍國際 到印尼去了 那個所以 講到這邊呢 就 我最後一頁 投影片啊 就講溝通的問題 溝通有兩邊 左邊是有著創意發想人 右邊呢 是你希望有人幫你忙 我剛剛講的 評審委員也是想幫你忙 你希望幫你忙的人 政府機關有口袋裡面有預算 也是你希望能夠幫你忙的人 好 我先講左邊 創意發想人 第一個要深入潛出的說明力 剛才拍西瓜那個案子 如果你一開始講說 我想出一個西瓜 辨識西瓜照片的 大數據跟人工智慧的一個方法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可以辨識出西瓜 而不是石頭好的西瓜跟死掉沒有營養的西瓜 你講這個真的講半天啊 一半人聽不懂 但是你如果說我一片西瓜田 我上去飛一飛下來 我經過城市處理一下 就可以算出我今年收成多少顆西瓜 這個時候大部分人都聽得懂 我自己學理工的 我早年在學校裡面教電腦繪圖 computer graphics 我就跟我們工學院的學生講說 你們大家來修這門課 能夠學多少程式技巧 寫電腦繪圖程式旗次 重要的是說你們這些 我那些學生啊 理工學院的學生腦袋都硬邦邦的 覺得說我的東西好你就要買 通常我的東西好 可是人家聽不懂你為什麼好 就不會買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溝通障礙 我在教這個電腦繪圖的時候 我說你們這些工學院的學生 來修電腦繪圖 以後你的程式技巧好不好我不敢期待 但是我至少期待你們這些學生做到一點 就是說你一個硬邦邦工程理工的想法 怎麼樣透過圖形顯示 讓外行人一看就懂 這個是電腦繪圖裡面 邏輯訓練第一關 也就是說深入潛出的說明力 第二 市場競爭的洞察力 你做出一個東西 但是你覺得這東西市場上面 你憑什麼會賣得好 你為什麼覺得你的東西比別人東西 有機會 第三 我剛剛一開始講到說 你這東西要賣多少錢 你要賺錢 不能虧本 你財務規劃 你怎麼算出你要賣多少錢 才會活得了 另外你怎麼樣讓市場上面 可以很快接受你這東西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個是人脈的社交力 你要去接觸創投 接觸那些 加速器 你有沒有人脈啊 你如果很內向 人家說什麼自閉症 腦筋很聰明 自閉症 阿斯伯什麼 阿斯伯格症是不是 那你的人脈在哪裡呢 你怎麼樣去吸引資金呢 最後一個 尊重他人的謙虛心 我也不瞞各位來賓 我跟各位報告一下 幾個月前 有一個學校教授來找我 他說啊 我有這個東西 非常好 我想找人投資 你可不可以指點我一些投資人 可能是什麼領域 什麼領域 有什麼人願意去投資 我說當然可以啊 我就弄了一些名單 給他說 你可以去跟這些人接觸看看 然後我就沒有再去理他了 幾個月以後啊 就前一兩個禮拜 我碰到一個創投 我說欸 我說某某學校某某教授 有個新東西 有沒有去跟你們接觸啊 他說有啊 有來找我們啊 我說結果怎麼樣 他找到錢沒有 你們這些創投界 對他這個想法怎麼樣 他說啊 他把我們創投界的人 全都得罪光了 因為他說你們不投資我 你們就是笨蛋 你們就是沒有眼光 所以這位教授很可惜 東西大概是不錯 可是在台北的這個 他從南部學校上來 跑一趟台北也很辛苦 就跑了幾趟以後啊 我那位創投的朋友說 他把我們台北 這些認識的創投界的人啊 都得罪光了 所以啊 尊重他人的謙虛心 你是某某大學的教授 國立大學教授 你得過這個獎 那個獎 這麼多傑出的研究獎 可是當你面對這些創投的人 你要 靜下心來 歸零 說現在這些人不是博士 但是我需要他們幫忙 所以啊 我要很謙虛的心 他們不懂我的東西 可是他們有可能造就我的事業 變成一個新事業 結果呢 這位教授很可惜 他就是人都得罪光了 所以好東西大概只能繼續 關在實驗室裡面 所以我剛剛講了這麼一圈啊 就是說 你真的是一個創意發想人啊 你有好的點子 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啊 你要是不會溝通啊 你的好點子 是零啊 零啊 你如果不謙虛啊 沒有人願意出錢幫你 把你這個事業給扶持起來的話 你這好點子是零啊 各位知道呢 當然反過來 你說那 資助我的人 他們又要有什麼樣的心態 第一啊 接受新觀念的開放心胸 我剛剛講的那個年輕農民啊 在政府官方的那個評審會裡面 被那些 評審委員電的亂七八糟啊 他就很洩氣 從花蓮啊 跑到那個南投那邊去做簡報啊 很累耶 那個路途就不簡單喔 他就很氣餒 那個我就問他那個情況 我說你 人家質疑你什麼嘛 他說啊 那些評審委員啊 那個是政府在支持 食品安全履歷溯源的一個計畫 什麼叫溯源 各位知道嗎 溯源就是說 就是說你買有機蔬菜 買水果 要知道這是哪裡來的對不對 然後那個種的地方 你要對他有信心 那那個評審委員就說 你這個算西瓜啊 跟我們這個溯源有什麼關係 根本就沒關係 好像意思是說 你是來配騙錢的 各位在座的來賓 你用你的膝蓋想一想 你如果要去追溯西瓜的來源 你需不需要知道 西瓜今年產量有多少 你如果今天五月份 六月份的第一批花蓮西瓜 期貨可居 市場上要說這是花蓮西瓜 你要不要知道是花蓮西瓜 今年第一批產了多少顆 需不需要知道 需要知道 不然任何地方產的西瓜 都可以說這是花蓮西瓜 不是嗎 所以溯源第一個前提是 總量到底有多少要控制好 我今年要發多少履歷給你 花蓮西瓜 花蓮西瓜今年全年 不是全年 今年第一季盛產期 有五萬顆我隨便講 你就不能發六萬顆履歷 對不對是這樣子啊 但是評審委員想來想去 不在想什麼啊 就說你這個算數量 跟我溯源有什麼關係 我溯源要知道說 一關一關跑到哪一個市場去 結果就把它電得亂七八糟啊 各位來賓 你們覺得是這年輕人對 還是評審委員對啊 你們自己心裡面有把尺 對不對 評審委員在想溯源溯也想了半天 怎麼沒有想到說 源頭的數量很重要呢 所以開放心胸 第二 厚生可畏 這些年輕人將來要取代我 還是我要提醒他們 這些政府官員也好 評審委員也好 要想說 在座你們絕大部分是年輕人 我們把將來希望放在你身上 所以你們每個人有好的點子 想辦法幫你們忙幫你們成功 而不是說 過十年你要取代我 你最好不要成功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 創新創業同理心 假使你自己是創業創新 成功的過來人 你今天碰到一個小朋友 剛剛要創新創業的時候 即便有些不成熟的地方 你要罵他嗎 還是要想辦法幫他忙呢 毛治國在當院長 我在當副院長的時候 毛治國院長就特別講究這個創新 創業 鼓勵年輕人創新創業 但是他聽到一個聲音 什麼聲音 就是我剛剛講的 很多人來跟經濟部 來跟毛治國院長講說 你們找那些評審委員 太令人受不了了 我的東西不好 也就算了 還把我罵的一文不值 我剛剛看你們那些評審委員 那些氣宴 我就不想來申請你們政府的專案 結果毛治國院長 就特別跟經濟部說 以後你們找評審委員小心點 學校裡面那些論文發表很多 沒有完全 完全沒有就業創業經驗的 那些學校教授 你以後不要再找了 拜託你們經濟部 這個就是一個 有沒有同理心 教授很大 如果自己沒有創新創業 不知道創新創業那一條路怎麼走的 到時候看到年輕人的東西不對 就跟罵學生一樣 把他罵到 那些創新的人 自信心都沒有了 要有同理心 最後一個 自己很偉大嗎 自己真的很偉大嗎 沒有的 我們今天看看 我們今天台面上面 太多太多 這些創業成功的人 郭台銘 郭台銘 什麼學藝 中國海專 對不對 可能沒有碩士 可能沒有博士 可是今天他要拿幾個名譽博士 輕而易舉的事情 我參加某一個獎的評審委員會 曾經那個獎 我們評出來 要給郭台銘某一個獎 郭台銘說謝謝我不要 郭台銘現在很少拿獎 大家說郭台銘為什麼沒有拿獎 因為他都不要 他不是拿不到獎 他都不要 所以這個我要講說 其實我們很多很多社會上 台面上的人 這個要 我不是講郭台銘或是張通謀 我想說現在有機會跟 假使在座你們要創新的話 有機會跟在座接觸 創新那一批台面上的人 真的 即使是五十歲六十歲 自己非常有成就 還是要歸零 所以我其實一點創新的 點子經驗 都不如這些年輕人 因為年輕人今天看的 跟我看的完全不一樣 要歸零 把自己弄得非常謙虛 然後把這個年輕人想辦法帶起來 我剛剛講這些溝通 創意的人要能夠設法 把自己的個性多元化 好溝通 台面上這些有成就的人 要放下身段 好好的把年輕人帶出來 我們國家的創新創業 才會有希望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張董事長 剛剛張董提到的就是 其實很多產業的創新 都是伴隨著科技的變革 就像剛剛有提到那位年輕人 因為有空拍機 所以他可以寫程式 進而去算出 鳳梨有多少 西瓜有多少 那其實有一些科技變革 已經成為我們習以為常 日常生活中很常出現的事情 就像是影音串流平台 接下來我們要邀請 愛奇藝的台灣站總經理 楊明楊總經理 來跟我們分享 從傳統媒體人 現在橫跨到了 新媒體的影音服務平台 怎麼看待媒體和新創能量的互動 以及內容創作的價值 到底要怎麼判定呢 我們掌聲歡迎楊總 謝謝 那個其實 從張院長 剛才講的 大家也許會覺得很奇怪 我們兩個講的之間 到底有什麼關係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 我們今天有一個共同的議題 其實就是跟年輕人的對話 跟年輕人的對話呢 就是我們這一次溝通平台的主要的目的 我們希望能夠借助著跟年輕人的對話 跟溝通 讓大家明白一些我們面臨的問題 那對於我們視頻產業來講 很簡單 我們面臨最大的問題 就是盜版盜鏈 這是一個年輕人最普遍使用的 也是對影視產業傷害最大的 那麼大家不知道 這個對我們的影視產業的衝擊 跟傷害到底有多大 所以今天我想利用我一點時間 來跟大家舉一些例子 讓大家明白 為什麼我們台灣的影視產業 一提到台灣的電視劇 一提到台灣的新聞 或者一提到什麼台灣的影視作品 大家總是搖搖頭 覺得比不上韓國 比不上美國 比不上日本 現在甚至於很多時候比不上大陸 這個是有原因的 它是其來有志的 那我不敢講我今天代表整個視頻的產業 我希望我可以 因為這是一個大家共同的痛 不是愛奇藝的痛 當然也許每一家的視頻行業 有它各自的考量 各有不同 但是確實 這是對我們所有的 不僅是視頻 而且是電視公司也好 或者是台灣的內容製作方也好 大家面臨的都是一樣 這個傷害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問題 對不起 好 大概我今天要講的是圍繞著這一個 比如說它的現況 盜版的影響 權利人有苦難言 線上看下載觀看 盜版網站成本與效益 各大盜版網站 那麼台灣的這個觀眾高居第一 正本清源之道 大概是圍繞著這幾個議題呢 跟大家 我希望能夠很簡短的 也很清楚的表達一下我的意思 好 首先 這是資撤會的數據 讓大家看一下 到底有多嚴重 跟盜版盜鏈的情形有多氾濫 在台灣有77%的網友呢 是沒有花過錢去看線上的戲劇的 根據資撤會的調查 60%的受訪者呢 正在使用盜版的影音平台 每週觀看盜版影音平台的時間 大於10小時的受訪者 達到50% 這些是重度的視頻的需求者 但是呢 高達50% 他們呢 是這個看盜版的影音 而且每一週高達10個小時以上 盜版泛濫的實力 我們以一個 現在正在播吧 的韓劇 叫做 再次重逢的世界 這個目前來講 也不是一個特別 紅的韓劇 也不是 當然也不是不好 但是它就是一個韓劇 一般的作品 我們可以看到 就算是一個一般的作品 那就不要講說像什麼鬼怪啦 或者是太陽的後衣 我就講一個一般的作品 你可以看見 從UGC的網站 大概有117個 第三集到第七集 你可以找得到的 從網路的空間 所謂網路的空間 像Google Drive 就是一個網路的空間 上面呢 它也有 可以借助著販賣它的密碼 然後你可以進去有Access 然後你就可以進去下載觀看的 那網路空間有405個 然後呢 在混合的網站 什麼叫混合的網站呢 也就是像百度雲 它是既有UGC的網站的功能 也有網路空間這樣子的功能 混合在一起的 有101個 所以呢 總侵權的數量 你可以看見 從三集到七集 我們知道 我們可以找到 還有更多 我們是找不到的 是623個 34567 也不過五集的內容 我們可以找到 623個 盜版盜鏈的連結 這個就是一個劇 的其中五集 我們目前在網路上 我們目前在網路上 可以找到的情況 好 然後呢 你可以看見 他們的這個SEO 叫做這個網路的搜尋優化 做得比誰都好 所以呢 你如果到上頭去找 去看的話 比如說 你打 你打 這個左邊的 是叫軍師聯盟 軍師聯盟呢 是大陸前一陣子 非常紅的一齣戲 是從司馬懿的這個眼光 看三國 男主角叫做 吳秀波 拍得非常好 而且是高成本的製作 40集還是42集 這只是上半部 還有下半部 在台灣 愛奇藝是獨家播出 我們擁有獨家版權 可是呢 你去網路上面找 軍師聯盟 出來的 愛奇藝都不在前十個 我可以告訴大家 因為前十個都是盜版盜鏈的網站 當然你可以講說 這是你愛奇藝的問題啊 你愛奇藝的SEO網路 這個搜尋優化沒做好 當然也是 這個我承認 我們還可以再努力 但是 這同時暴露了一個問題 其實 是他們這個 多如蝗蟲 真的是 泛濫普遍的一塌糊塗 所以它以量 來淹沒了一個正版的視頻 愛奇藝在裡頭 《王在相愛》 是最近正在熱播的韓劇 大家女主角應該都認得 潤娥 非常好的一齣劇 《愛奇藝》是台灣的獨家版權擁有者 下禮拜要做一下廣告 下禮拜要玩街篇了 這個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好 《王在相愛》 你打進去 還不錯 這個我們SEO做的還可以 所以因為我們排在一二三四 我們排在第四名 終於出現了這個 《愛奇藝台灣戰》 正版高清全集上限的字樣 你可以看見 但是不管軍事聯盟 還是《王在相愛》 你看到的前幾名 全都是盜版盜獵 什麼《Love TV Show》 《China Q》 《Idle TV》等等 《風靈網》 全都是盜版盜獵 我知道 我不能夠把分辨 盜版盜獵的責任 讓用戶來承擔 所以呢 我覺得我這個人 很單純的認為 也許用戶不知道 那是盜版盜獵 他也許不知道風靈網 他不知道千尋 是盜版網站 我這麼假定了 所以呢 接下來就會談到說 政府應該要扮演 什麼樣子的角色 來協助我們影視產業 好 很抱歉 我因為這個人 比較直接了當 所以呢 我反正就 把這些網站的名字 都講出來了 《伊利論壇》 在座很多人都在笑 其實你們都有用過 我知道 它就是一個最大的盜版網站 我可以告訴大家 上面的東西 基本上沒有付過版權費的 沒有經過授權的 而且東西多到 實在是讓人家覺得它實在好了不起 我相信它可能是比愛奇藝台灣 在更大的網路視頻平台 因為我比不過它 因為我每一個東西都要花錢買 它每一個東西都不用花錢買 所以呢 這個東西確實 可是它就是一個 跟小偷跟強盜 有什麼差別的做法呢 它就是偷了別人的東西 放在它這個平台上面 而去看的人 跟你收買账物 有什麼不同呢 久久庫波 再一個 大家可能有的用過 有的沒用過 前一陣子 還故意講說它要觀戰了 然後它要支持正版什麼 所以它不做了 然後呢 結果呢 在這個死灰復燃 換了一個網址或者怎麼樣 然後又開始出來 其實它只是它的一個招數而已 因為呢引起 甚至於還上了 我們所有新聞台的新聞 我不知道大家那天 有沒有注意 但是那一天 確實有一點功效 為什麼呢 因為那一天 所有的正版視頻的網站的 使用量都提高了 都提高了 我舉一個最慘痛的例子 大家愛看布袋系 台灣有一個布袋系 做得很好的公司 叫霹靂 庫波那一天下線 停波觀戰 你知道嗎 霹靂的收視 它的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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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率超過了 百分之四百 在那一天 你可以想見 這些如這些流量 或者這些用戶的使用 是付費的行為 他們能夠對霹靂 帶來多少的收益 而這些收益 能夠轉化 讓它能夠再去製作更好 品質更高 更昂貴的作品 是我們所有用戶 跟觀眾的福氣啊 你可以看到更好的東西啊 可是對不起 現在你看不到 因為他們都還在 風靈網 再一個 我今天講的 這都是盜版盜煉的網站 君主假面的主人 愛奇藝獨家 他大辣辣的 就在他的這個 首頁裡面就有 這個君主假面的主人 那更不用講別的啦 好 中國人線上看 中國人線上看 大陸的中國人卻看不到 好不好玩 因為大陸現在嚴打盜版盜煉 過去三年以來 大陸已經基本上 把盜版盜煉全都打完了 如果大家印證這三年的時間 你就會發現 大陸的視頻行業 不管愛奇藝 騰訊視頻 優酷土豆 為什麼能夠在過去幾年 異軍突起 讓傳統的電視 備受威脅 原因無它 就是因為盜版盜煉不見了 其實我等一下還會有更多的數字 給大家分享 中國有十三億人口 現在中國大陸付費看視頻的人口 已經超過了十分之一 也就是一億三千萬 有一億三千萬的中國大陸的人 現在自掏腰包 花錢定視頻來看 中國大陸的視頻 訂閱的人口 全世界第一 當然因為他人多了 全世界第一 愛奇藝現在訂閱的用戶 全世界僅次於Netflix 可是我們還在燒錢 還在燒錢 因為這是一個還在投入階段的一個行業 那愛奇藝台灣 就很可憐了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環境 因為中國人線上看 從中國跑到台灣來了 風鈴網 千尋 庫波 全都在台灣 全都看得到 中國大陸全都看不到 不僅如此 我們繼續往下看 Love TV Show也是一樣 另外一個 我只是舉這些例子 然後各式的盜鏈的APP 到處都是 你們如果好奇 當然我相信你們很多 可能都有用過了 但是你也可以到現在 到網上去找這些APP 都在 這些全都是 盜版盜鏈的APP 下載盜鏈APP 其實你們要知道 你是有風險的 因為 它會收集你很多的個資 尤其你手機裡面 移動端的資料 這邊大家 常常我相信 出現這個 你很快就會安裝 你根本不會去看那些小字 如果你去看那些小字的話 你就會發現 經由你這次的安裝 你有多少的資料 已經流入了這個 盜版盜鏈的網站 盜版 盜子是另外一個問題 這個盜子 很有名 叫安博 有安博的請舉手 沒有關係 請大家舉手 其實你們不好意思舉 在場一定有人有安博 沒有 因為它被稱為是最 powerful的盜子 為什麼 它是一個NCC認證 核准的上市的盜子 但是 NCC前幾天 前兩個禮拜 發過一個聲明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注意 它說 NCC核准認可的電視盜子 並不表示 它這個盜子上面 搭載的內容 都是合法 有授權的版權內容 我覺得NCC說這個話 是有點推卸責任 但是它至少願意承認 就是說 它的管轄範圍 只能夠在硬件這一塊 這個盜子 具不具有危險性 那麼只要它合乎 所謂射頻這些的規範 射頻器具的規範 那麼它就可以頒給它這個認證 但是呢 上去以後你會發現 它上面有一個 一鍵下載 一鍵安裝 你只要一按 剛才我們所有看到的那些APP 那些網站 它們的這個 一個icon都出現了 都在上頭 那你說 它到底是一個合法的盒子 還是一個盜版盜鏈的盒子呢 答案你們自己下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個盒子 那這個是更不用講 這根本就是一個盜版盒子 千尋網站就是一個 最大的盜版的網站之一 兔子家電視盒 Another one 孟小喬基上盒 我跟你講 多的是啦 好 雲端空間的下載 從Google Drive 到Mega 到百度雲 到這個叫TTD 都是一樣 都是一樣 它們都是窩藏了各種盜版盜鏈內容的溫床 大家都往裡面擺 然後用的空間也不要錢 流量也不是自己的 盜版盜鏈太好賺了 然後版權不要付錢 這一頁呢 稍稍複雜 字也比較小 很簡單 其實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人就聲稱說 我做這個盜版盜鏈的行為啊 是無罪的 因為呢 我提供的呢 其實只是一個鏈接而已 然後呢 去到最後去什麼 Daily Motion YouTube 土豆啊 優酷啊 這些去抓這些內容跟下載的是用戶 又不是我 那他只是到我這邊來 然後呢 經由這個我的App 然後呢 我幫他指引去了這些地方 然後找到他們想要看的內容 因此 不干我的事 但是這是錯的 因為為什麼 因為我可以告訴你 他在這個地方App 他的這個創作人可能叫楊明 他在那個 也是他 也是楊明這個人 然後呢 去 Youtube 去Daily Motion 那邊創造了另外一個賬號 叫明陽 然後呢 那些東西也是他上傳的 那些盜版盜鏈的內容 就是他上傳到那些地方去 然後呢 他今天提供的一個App 然後呢 讓你去經由這個App 到那些地方去抓你要看的最熱門的內容 這是他們慣用的手法 也是他們脫罪的方式 好 我們講一下 Alexa 是一個大家都大概知道的網路的排名 你看到沒有 伊利 Alexa排名25 在台灣排名25 台灣的觀眾 我要你們看的是下面 台灣的觀眾 佔81.7% 日本4.9% 香港4.4% 美國2.2% 中國大陸1.8% 這是伊利 99庫波 Alexa排名第60 台灣觀眾高達98.6% 中國大陸只佔0.5% 一趴都不到 日本只佔0.5% 風鈴網 Alexa排名115 台灣觀眾42.6% 然後呢 美國 馬來西亞 香港 大概超過兩位數的 然後新加坡6.9% 中國人線上槓 Alexa排名185 台灣觀眾高達70% 然後香港 馬來西亞 美國法國 各位 在座的 你們都是幫兇啊 真的 乘幾何時 我們台灣人 以前說我們是例行301條款 所以我們保護製作財產權 現在呢 我們變成了全世界最愛看盜版盜鏈的人 我們是全世界盜版盜鏈最集中的一個地方 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管制 基本上 好 正版跟盜版影音網站在Alexa的排名做個比較 好不好 剛才看了盜版網站的排名 我們現在看一下正版網站的排名 當然Alexa統計的只限於網頁端 只限於網頁端 現在視頻行業確實移動端 是大幅的零架了這個網頁端 網頁端其實在視頻行業裡面的佔比 大概是20%到25之間 所以你看 從網頁端來看 統計的結果 伊利論壇 九九庫波 盜版的我們剛才都提過了 看一下這個正版的網站多可憐 利TV 台灣最老牌的OTT 排名80 愛奇藝 台灣這個是只有愛奇藝台灣站 排名221 KKTV 991 Catchplay 1519 Netflix沒有統計 是因為它只做全球的統計 它不分區統計 所以我們在這邊沒有打出它的名次 各位 那些是正版網站 你看看他們的排名 跟盜版網站在Alexa上面的排名 情何以堪 盜版網站為什麼會成為台灣網友的 我最愛 因為我們周邊的國家跟地區 都做封鎖 都做邊境管制 唯獨台灣不採取任何作為 所以大家都到台灣來做盜版盜裂 台灣沒有IP的邊境管制 所以盜版網站都可以在台灣生存 而且大受歡迎 然後它可以有收入 怎麼收入 我們等一下會講 來了 網路的廣告 是按照流量越高 如果你是參加了這個 所謂的廣告聯播網 Google也有 Yahoo也有 或者好多經營這個廣告聯播網的 他們是按照你網站收入 網站流量的多寡 然後呢 它會自動 分配廣告到你的網站 於是你就有了收入 盜版盜鏈的網站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流量有多高 所以呢 它會有廣告的收入 只要它加入了這些廣告聯播網 然後它就可以 我們剛剛也講過 它使用的是免費的空間 租用了國外網路空間放置網頁 影片是盜版 從來不付一毛錢的版權費 然後放到這些免費的影片分享空間 然後賺取流量 賺取流量分配而來的廣告收入 這是他們的business model 你覺得可取嗎 你會 有些年輕人也會覺得說 哇好了不起喔 無本生意耶 然後還可以大賺齊錢 可是你要知道 你的生財工具是偷來的 不是你的 OK 你是剽竊而來的 你甚至於是搶來的 攔截下來的 這個是犯法的 所以呢 平寬的成本趨近於零 伺服器的成本趨近於零 儲存設備的成本趨近於零 因為你用的都不是自己的 那麼所以 對於正版業者來講 這個是一個 真的是非常沉重的負擔 我們還要有海量內容的儲存設備 我們還要必須負擔平寬的費用 我們需要花那麼多錢去買內容 你們不知道內容有多貴 尤其全世界最便宜的內容在哪裡 在台灣 因為台灣的內容賣不到好價錢 因為台灣的內容都被盜版盜鏈了 OK 需要自建廣告銷售人力行銷 然後呢 受個資法的限制 收集個資 我們都必須事先告知 我們都有這些規範 我們都有這些負擔 我們都有這些責任 盜版盜鏈的網站 什麼也沒有 以霹靂布袋戲 我們剛才講過了 每週被放在伊利線上看而損失的觀眾人數高達18萬人次 18萬人次 這個是保守估計 少一個盜版網站 這個是KKTV的資深行銷經理 宋守玉他講的話 少一個盜版網站 可以讓我們多拍一千集的 麻醉風暴2 麻醉風暴2 即將要播出了 請大家關注 愛奇藝也有 那很多KKTV也有 而且KKTV在這個劇 他還算是投資者 很不錯的 我絕對支持這個自製 絕對支持要製作好的內容 少一個盜版網站 台灣可以多拍出一千集的 麻醉風暴2 所以你們不要叫看不到好劇 那是你們自己決定的 我們行業是想要拍出好劇的 但是在商延商 如果我們沒有一個好的 健康的business model 我們拍不出好劇的 以台灣目前450萬的收視 盜版影音網站人口來算 如果把其中的5% 轉換成正版網站的訂閱戶 每個月按照愛奇藝是239 的話一年下來 我們就可以多出5.4億的收入 我們可以多拍出200集以上 優質的台制的戲劇 但是我們做維權 真的是有苦難言 因為台灣的法令規章 對這一塊認定非常的寬鬆 尤其是在司法管轄 管轄權這一塊呢 更是有點無奈 有點無奈 因為呢 他認定伺服器不在台灣 他就沒有司法管轄權 所以呢 首先伺服器只要不在台灣的 他就一律不管 然後呢 伺服器如果在台灣 是本土的 我們又常常被刁難 或者被這個三孝 就是說 哎呀你們這麼大的公司 怎麼會在乎一個小小的用戶上傳 或者怎麼樣 但是他不曉得 這個情況 這種行為 對我們造成的傷害 是有多大 如果一個人做 也還罷了 結果他是一百個人 在做這件事情 等到這個內容 到處都看得見的時候 台灣的內容 怎麼可能會有價值嘛 韓劇一集 可以賣到五六萬美金 賣給版權方 我們台劇一集 只有兩三千塊 你覺得公平嗎 那麼這個網站的申訴 這個我就不講了 因為時間已經差不多了 我最後要講的就是 邊境封鎖 NCC或者文化部 一直不相信 說邊境封鎖 他認為說 邊境封鎖不行 因為這個是 對言論自由 表達自由 這種是傷害 怎麼樣子 我請教大家 在亞洲民主自由地區 可能數一數二的 第一就是日本 再過來就是台灣 韓國也是其中之一 那為什麼韓國可以做 九九庫泊在韓國看不到的 為什麼在日本可以做 日本看不到Love TV 看不到中國人線上看 看不到九九庫泊 因為全部通通被邊境管制了 為什麼台灣不可以做 幾年前 2014年制裁局 曾經有過這樣子的想法 然後呢 發了一個聲明 說要考慮 對這些盜版盜鏈 境外的做邊境的管制 然後呢 隔夜 這個就被這個年輕族群 進去把他的網站給灌爆了 癱瘓了這個製裁局的網站 然後製裁局一看 不得了 這是民意啊 不可以忽視啊 於是呢這個事情就沒有了 各位這是網路暴力啊 這不是民意啊 這怎麼會是民意呢 最後受苦受難的是誰 是影視的產業 所以我最後的結論 只是想跟大家講 IP邊境管制 是一個第一步 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如果今天要讓台灣的影視產業 還可以看到一線曙光的話 這個是入門的第一步 謝謝大家 謝謝楊總 接下來我們來進行對談 那首先呢 因為剛剛提到 兩位都提到很多創新的想法 那我想大家應該都很好奇 在有一些新的創新的服務 或者是產品的時候 通常都會遇到一些阻礙 就像剛剛 張董有提到那位年輕人 他到農業署被評審批的都是 那面對這樣的話 有沒有一些經驗可以分享 就是兩位在遇到一些障礙的時候 如何透過溝通來去突破這些障礙呢 是不是先請張董來跟我們分享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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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可以安排 怎么样可以避免这种状况 其实我觉得反过来讲 我觉得创意的人 自己平常的训练 我不讲那个个案 创意的人自己平常的训练 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还在科技部 当部长的时候 其实科技部也有一个方案 在帮助学校里面 大部分是研究生 硕士班 博士班 毕业的论文 如果是老师跟学生 或是研究团队觉得不错的 可以拿来比赛 然后比赛如果选到优胜奖金的话 不是给奖金 是给创业金 换句话这个钱是有指定用途的 要开公司 不然就是一笔钱不可以花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是我刚刚那边讲的说 暴露出很多老师跟学生 在学校里面的盲点 就是通常都是非常技术导向 而且这个训练不够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说 自己多方面的能力 是有欠缺的 你的这个技术的这个能力不错 所以想出一个新点子 可是财务规划 或是跟人沟通 这些都有差距 所以我觉得真正正本清源 是说学校里面 即便是硕士博士 看起来是非常专业领域的这种教育 更要去注意说 创新的东西怎么样 跟外面好好的沟通 让外面的人可以接受 我觉得从学校教育开始 虽然有点远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必须做 而且这个做的时候有一个挑战 就是说要教这个的老师都不容易 因为老师自己通常是问题的一半 所以怎么样在学校里面 有足够的师资 我觉得这个还好 现在其实学校里面 有开放所谓的业师 业界来的老师 创业成功的人 很值得到学校里面当业师 学生就是硕士班博士班学生 加上指导教授 都应该来接受一下 这个外面的这个创业沟通的氛围吧 张董那我追问一下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 比如说遇到评审委员 他没办法接受 那可能必须未来就是要把评审委员 换成比较适合的 这样讲对政府机关或是评审委员 这个不要录 那我的意思是说 就是在过去当院长期间 其实你有推出蛮多创新的一些法规 那这种就没有办法避免 是因为你要提出这个法规的时候 你就是必须得要面对一些 可能会有一些反对的意见 那当时您是怎么做的 就没办法往国际走 政府的原罪就是这个法规 我把你这个问题稍微扩大一点来讲 那个政府其实法规在订定的时候 另外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是来自于民意机关 立法院或是监察院 监察院下面是审计部 因为政府的法规或政府 也有创投基金 国发会 其实他要面对 监察委员 审计部或是立法委员 检视你这个创投资源的运用效率 但是各位如果你看看矽谷 矽谷十个投资案 只有一个会成功 平均 九个会失败 当然那一个成功 希望是可以捞回那九个失败的 但是你如果拿着十分之一成功比率来台湾 经济部也好 或什么部也好 那个我想杨总很清楚 文化部也有鼓励文化创新 那你这个文化部鼓励文化创新 做出来的这个文化内涵 如果卖不好 也会有压力 那个如果说被审计部 或是被这个立法委员来看 说你文化部 你经济部 资助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成功率 只有百分之十啊 怎么交代 那官员都不敢做事情了 但是你看看矽谷 矽谷就百分之十啊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鼓励创新这边 那个政府是有一些原罪 就是有些事情是不好做 所以我才说 我上礼拜几 那个张忠谋先生 在玉山科技协会的演讲 政府最好什么忙都不要帮 只要把环境弄好就好了 这个话讲起来一半是对的 就是以台积电 铜海这种系列来讲 的确是比较需要 政府把环境弄好 需要政府资助的空间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少 但是年轻人创业 有的时候真的资金 还是要来自于政府 所以政府这个法规 跟面对的这个民意压力 我觉得要整个 这是配套的 你法规定的太松 立法委员跟你没完没了 对不对 所以也不是行政与体系 单方面的问题 我觉得你们今天办这个活动 我觉得就是要创造一个氛围 让政府加上民意机关 了解说创新创业 这个领域里面 需要给予更大的弹性 这样讲 谢谢张董 那请问杨总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或是你没有什么沟通技巧 虽然你刚刚提到说 政府对于盗版盗链的状况的反应 不如您的预期 其实我的心得是 显然我的沟通技巧是不足的 经验是失败的 做视频其实沟通主要是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政府 很简单 第二个层面当然是用户 对 在政府这一块 我们总是寄望 法规各方面 他可以赶得上科技创新的脚步 当然这点很难 就是说法令规章 落后于科技创新 我觉得很自然 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呢 不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不应该任由他这样子 落后延宕下去 可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呢 确实是这个情况 那么另外呢 对于用户来讲 我们总是 像刚才院长提到的 这个也是另外一个 就是长期需要去教育他们 所以我最近两年以来 我从一个传统的电视的经营者 转到了一个科技创新 视频行业的 我老板说我是互联网最老的新生 就是我 高年级实习生 高年级实习生 这个插个话让大家知道 也给我自己做一个广告 爱奇艺全中国大陆 包含我们现在在台湾的台湾站 在内 总共的员工 5800人 5800人 最老的就是我 No.1 台湾终于No.1了 就是我 所以我老板常常讲 我是这个互联网里面 最老的新生 因为我进这一行比较晚 我在前年才正式踏入 加入了爱奇艺 做这个科技创新的平台 那 我觉得啦 杨总那你这样跟年轻人之间 有没有沟通障碍 所以我说我失败了嘛 我刚刚已经讲了 我失败了 那跟政府嘛 那跟年轻人呢 我两年多来 只要是公开的场合 我一定苦口婆心的去 叫大家 不要看盗版盗链 结果你看那个 看盗版盗链的百分比 一直在提高 显然我的沟通技巧 是有问题的 我今天来这个论坛 被邀请来这个论坛 讲沟通 其实是一个 失败的案例 失败的案例 没有 这开玩笑 但是确实这是我们的痛 不过在互联网的世界里面 确实对用户的体验 其实就是一个 沟通最好的呈现 要重视用户的体验 其实就是一个 很沟通基本的地方 怎么样子让用户呢 在无痛的情况之下 能够入门 在最少门槛的情况之下 能够使用 在没有最心理防御 跟负担的情况之下 愿意掏钱成为你的会员 你就沟通成功了 你就沟通成功了 那这个非常 简单几句话 可是做起来难如登天 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 当然再怎么讲 用户绝对至上 用户的体验 一定是我们最重视的环节 所以这一块 我们一定会 不断地努力地去加强 去做好它的 所以目前就是 沟通的方式就是 先让自己更好 吸引大家来参与你们 对 而且我们其实对话 我今天刚刚一开始就讲了 其实我们今天就是在 跟年轻人对话 视频的使用者百分之 超过一半以上 不到三十岁 所以我们的对话 确实是在跟年轻人对话 那怎么样子用年轻人的态度 用年轻人的语言 用年轻人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 让他们想办法知道说 盗版盗链其实是不对的 其实它是伤害了台湾的 本土的影视制作的环境 那这个需要时间 我知道 我们还不断持续地在努力当中 刚刚有提到 蒋总有提到说除了 就是政府法规部分 目前必须得要持续地沟通之外 那要让自己更好 那其实我蛮好奇的是 我继续再追问一下杨总 因为现在刚刚你有提到说 其实一般的消费者 甚至没有发现自己 是在看盗版这件事情 那可是因为它是免费的 又很容易就搜寻 我们当然就选第一个 搜寻出来的结果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盗版非常的猖狂 那要怎么样证明自己 创新的内容啊 还有创新的服务是有价值的 其实科技创新发挥的地方 就在你讲的这一块 就看盗版盗链呢 当然没有保障 一方面可能画质很差 要不然就是卡顿 因为它所有 我们刚刚讲 它不会花成本去建置那些 硬体的环境的 所以它不能够确保你 收市的品质的 但是相对的 你在一个合法 这个正版的 这个网站上面看到的视频 它至少都应该是一个 高清的品质 如果你付了钱 你可以看到 所谓的这个Full HD 1080P的品质 那像爱奇艺 我们另外 还有这个VR的内容 4K的内容 你是这个VIP的会员 你可以享受什么 Adobe 5.1 环绕声的音响效果等等 那这些都是科技创新的平台 所能够带给你一个合法用户 并且付费用户的一个好处 如果你是一个重视 你收看视频的影音品质的人的话 其实你为什么要去看盗版盗链呢 因为盗版盗链 它永远没有办法给你这些东西 或者它给你的这些东西 是没有保障的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 要让用户 这也是沟通 我们要让用户明白 一个正版的影音平台 它的科技创新 所能够带给你的 是一种享受 没有错 因为像我自己个人使用经验 如果用正版的 像爱奇艺 或者是就是跟盗版 我以前不懂事的时候 也曾经有用过盗版的 就是差别 比如很简单的一个是 你自己 比如说你在公车上看到一半 那你回家 你可能还要在那边移动 你的那个时间轴 去找到刚刚看到的地方 可是正版的 它是可以直接 从你刚刚灌闭的时候 其实这个很基本 其实大概我们几个 在台湾主要的 OTT的平台 都有这个功能 也就是你看到哪边 停到哪边 回家你换了另外一个屏幕 比如说你换了电视 看 它会从你刚刚停的地方 开始播放起 其实这是很基本的 用户体验 谢谢杨总 那接下来问一下张董事长 就您刚刚观察 就是有提到 我一直对刚刚那个农家子弟 是农家子弟吗 对那个年轻人很有印象 那除了这之外 有没有就您的观察 有没有哪些创新的能量 目前正在哪一个产业 或者是传统产业中 让你觉得 眼睛为之一亮的 我刚刚举那个年轻的农民 那个案例 想表达的 其实是想讲说 创新的 创意的来源 无所不在了 在座任何一个年轻朋友 搞不好你随便去想 都有些创新的点子 你知道吗 那个年轻人 他那个事情 我刚刚介绍的案例 他不是自己弄的 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他找了他一个邻居 鞋队门的一个邻居 说你来跟我一起弄 然后上网路找了很多软体 你知道那年轻人在干什么吗 卖肉羹的 他在寿风街上卖肉羹 白天在家里面 帮家里面卖肉羹 然后到了晚上六七点以后 那个肉羹店关门了以后 他就跟这个年轻人弄 所以我是说 现在其实创新的这个来源 创新的这个关键 不是说你会不会写程式 网路上面 其实要找这些继承工具 在座年轻人 都很会找的 你要花时间 找这种工具 让自己以后 有创新的点子 而不是去花时间 去找那种盗版的内容 所以他听到这年轻农民说 你有这点子 那我网路上帮你找 然后找完了以后 他们就把这东西兜 兜完了以后 要有电脑 算那个东西就算很久 他们把那个程式 从网路上下载以后 这程式是合法的 程式跟这个视频 有一个不一样 程式是在讲中open source 大家共享 视频是要有创作成本 然后就在自己电脑里面跑一跑 结果分析这东西 搞差不多一整个晚上 七八个钟头 后来我就说你不要用自己电脑 你去租那个Amazon 还是Google的云端 他们就真的去租 租了一下 半个钟头就跑完了 半个钟头跑完 然后我问你花多少钱 没多少钱 他说我又不是24小时要跑 我只是要跑的时候把机器开起来 跑完了把机器关掉就不收钱了 所以他说钱收的 收的少的不得了 那刚好其中那个年轻人还在学校念书 他说我发现后来学校里面 以学生身份去根本就不要钱 Google根本就不收钱 所以其实我讲这个案例 你刚刚说到底哪些特点什么的 我是讲这个案例是要说 在座的年轻朋友 你说不定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个什么灵感 梦里面一个灵感 都是创新创作的来源 然后你说 我这创新的点之后把它做出来 我告诉你网路上面工具多的是 你不要从头做到尾 里面搞不好百分之八九十东西现成的 问题是你怎么兜 然后你说兜好以后 有没有地方跑云端这么方便也都跑 所以这个年轻人 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我觉得他成本很低 关键是什么 脑袋的点子 所以大家把这个脑袋花到这边去 不要花去挖那种盗版的东西 比较要紧 谢谢张董事长 那我最后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个人是失败者联盟派的 就是我很喜欢问受访者 失败者的经验 有没有就是在创新沟通方面 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沟通失败例子 杨总你可以要换另外 我先讲 我先讲 因为我要呼应一下 因为刚才说政府法规不到位等等 我也有一部分责任 我是政府做了好几年 那个老实说我是对这块有点孤陋寡闻 我刚才还没开始前 我跟杨总那个请教的时候才知道说大陆已经完全没有盗版 我印象里面以为大陆到处都是盗版 我想大陆怎么可能不盗版 就现在已经不是这样 不敢讲完全没有 但是基本上99%基本上都没有了 然后又讲到国际上面一些国家什么 韩国日本的一些做法 我觉得我有点惭愧就是说 我不知道日本已经在做边境管制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沟通的重点 您如果再有机会跟政府沟通 要说台湾搞不好是第三世界国家里面 如果就这个事情来看 搞不好可以把台湾归到第三世界国家去了 你如果再不处理这个事情 就不能跟日本韩国同一级 而是落后韩国日本大陆 变成第三世界国家 我觉得这会给政府一些压力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 Google Google其实现在搜寻出来的时候 如果那个网站是有资安的问题 它会有一行警示 我们各位碰过这种网站没有 说这个网站可能有安全的疑虑等等 你要如果去网站的时候 要自己负责这个什么什么的 我觉得如果说像国际大企业 如果说你搜寻到一个网站 是这种完全都是不合法的内容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个警示 说你要去这个网站是违反制裁权的 像比如说YouTube YouTube如果有些非法内容 它就过一阵子就下架了 对不对 所以Google自己显然是有在管这个东西 那能不能扩展到这个 所以我觉得这个杨总你的沟通管道 如果政府这一块的话 应该要让政府有个危机感 所以你再不做你要变成第三世界国家了 换个角度 然后当然年轻人的话当然要自发 我跟你坦白承认说 我儿子当年也看盗版 我问你你在干嘛 他说不好意思我在听什么 我说那那个你哪里 你哪里是哪个网站 他说不好意思那是不付钱的非法网站 我就摇摇头 就没有再处理了 但是我觉得 我不管从家长的身份 或是政府关系的身份 我觉得都有点责任 我觉得这是 全国民众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的责任 应该要把台湾这个污名洗抓一下 谢谢张董 我帮大家quit 就是要跟政府沟通的话 就是要 要文言总听一点吗 就要讲严重一点 让政府感到危机感 那杨总有没有要补充 沟通真的是一门学问 不仅是个技巧 它其实真的是一个学问 所以不容易 我们也知道 但是呢 我们也绝不轻言放弃 我们总是还抱持着一丝希望 就是我们总有一天可以说服政府 改变它的观念 跟得上科技创新的脚步 去制定一些合时宜的法律的规范跟做法 那目前来讲呢 政府在这一块 尤其在制止盗版盗链这一块呢 基本上是没有作为 或是很少的作为 那这个当然对整个影视产业 我觉得口口声声 文化部也好 或者NCC也好 都一直在喊 要如何振兴台湾的影视产业 是背道而驰的 其实发了很多的辅导金 是好事 可是事实上呢 如果他今天可以帮我们解决 盗版盗链的问题 等于是多发了200亿的辅导金 给我们产业 我们产业可以因为这样 而提升了现有的作品的价值 而这些多出来的价值 可以让这些电视公司 制作方再投入去做更优质的戏剧 更优质的节目内容 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可是我们目前来讲呢 是欠缺了这一块 政府所提供给我们的 一个健康的产业环境 所以持续努力 永不放弃 好 我们最后开放一个问题 现场QA 有没有有参加者 对于台上的沟通者 有想法或是问题的 要喊一二三吗 前面这边有一位小姐 张总好 然后杨总好 我叫Wendy 然后我想问的是说 就是其实我自己是有在 使用爱奇艺跟其他的正版的串流平台 然后包含从最一开始台湾的音乐 其实一开始也是面临盗版 这样子的问题非常的严重 那我主要问两个问题是要给就是杨总这边 就是我相信很多 包含我在内还有我年纪以上 这是我父母辈 他们其实是对大陆的影视的平台 他们其实是有自己也知道是有顾虑的 但是他们就 我在推荐使用爱奇艺的时候 他们就会说 那不是大陆的品牌吗 那为什么你会使用 那这一段你怎么去跟消费者沟通 毕竟就是它是一个从外面进来的平台 我觉得这是新时代 在国外平台进来台湾的时候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说您刚刚提到是 其实在使用串流的平台上面 其实分就是使用者跟购买决策者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知道 我们年轻人其实知道说有爱奇艺或是KKTV 或是Netflix这样的平台存在 可是我们的父母辈他们可能不知道 然后他们非常直觉的就是 我直接只要上网打 我只要打什么某某剧线上看 我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你怎么跟这些 就是你怎么跟年轻人跟上一辈 去做不一样的沟通 谢谢 谢谢 你问的问题也是我每天都在问我自己的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其实不只像您的父母那一辈 或者您的赎伯那一辈 有这样子的看法吧 其实我们台湾的政府对爱奇艺也有这样的看法 所以呢 爱奇艺就不被归类于所谓的本土的视频业者 到目前我们还不是 还不是 很可惜 因为爱奇艺在所有其他的地方呢 都没有问题 都被承认 我们也在很多的地方都开创了这个VIP收费的机制 也都OK 也都没有任何的困难 那现在在台湾基本上我们也可以 只不过呢 我们要付出更高的代价跟成本 尤其是在税金这一块 在这边我要郑重澄清爱奇艺每一分收入都有缴税 因为大家一直 这个尤其政客 总是讲说爱奇艺不缴税 爱奇艺每一分收入都有开发票的 所以呢 这个请大家要密切注意 我要修正这样子的说法 当然 这个好像是爱奇艺的原罪 就是这个录资的包袱 可是实际上呢 爱奇艺在我们创办的时候呢 我们所设立的宗旨是非常简单的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用户 那时候我们就已经知道 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会超过三十岁的 我们现在百分之七十五的用户是不到三十五岁的 所以一向以来我们的宗旨很简单 我们是一个纯娱乐的平台 我们不做新闻不谈政治 然后我们的宗旨就是 我们是一个这个阳光 青春 时尚 正能量 跟富有爱心 这个是我们企业文化里面一个五个 我们对用户的承诺 我们希望传递给我们用户的 就是这五个价值观 当然 这个沟通上面需要一直不断的去跟我们的用户 包括了我们的长辈们 我这一代的人 可能都需要不断的去跟他们沟通 我们只是一个娱乐的平台 我们其实是不分国界的 在爱奇艺上面不只是只有录剧啊 我们有非常多现在快智人口的韩剧 我们有非常多好莱坞的芯片大片 我们有非常多的选择的综艺节目 比如说我们最近也尝试做了一个一档很多人都不敢做的 中国有嘻哈 结果中国有嘻哈 爱奇艺自治 现在是中国大陆 No.1的综艺节目 跟大家报告 创作是有价的 而且是非常昂贵的 中国有嘻哈 一级的制作成本 一级 一级的制作成本 60分钟 1000万人民币 到1200万人民币 所以各位 收费是应该的啊 看好的内容付钱是应该的 因为我们给你的就是最好的不是吗 那事实证明中国有嘻哈就成功了 它现在是中国大陆最红的综艺节目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都需要沟通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我觉得沟通有时候不是几句话可以讲清楚 就收到功效的 它可能真的是需要一点时间 跟持续不断的努力 那我们一定会秉持着这样子的精神 继续和我们的用户 继续和政府做沟通的 谢谢杨总 好 张董要补充 我觉得这问题非常好 你的长辈熟职辈 可能就是 其实很多人心里面都有这种 多多少少的孔中 然后你今天问这问题 刚才杨总这么完整的回答 在外面也很难有机会听到 我觉得在座或是你自己 回答这种长辈的问题 就是说请你相信我们这个年轻人这辈的判断力 自主判断力 就是说即便即便 不是说有这种内容 即便即便大陆来的这种 这种content 有他们在顾虑的事情 请他们相信我们年轻这辈的判断力 我觉得这是一句话把他们挡掉 他们总不能说我教你教了一辈子 你还没有判断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回答了 那我觉得也是政府应该面对大陆来的content 应该相信我们的民众 有自主的判断力 而不是在那边担心什么被洗脑被洗脑 我们要对我们民众有点信心吧 谢谢张董 我刚刚想到 其实可以跟爸妈说 可是他们都有缴台湾的税 所以你看了也是帮台湾的国库赚一点钱 或许也是一个沟通的方法 今天非常谢谢张董和杨总来跟我们分享 看来因为台湾有非常多的新创的人才 除了要有好的实力之外 其实也要很懂得如何进行创新的沟通 才能让你的创新的服务或是产品 更展露头角 今天非常谢谢 我可不可以再加几句话 好 没问题 好 我想延续一下刚才院长有提到的 就是年轻人的部分 我现在自己进了这个行业 我对两岸年轻人之间都有认识 然后我为台湾的年轻人感到蛮担忧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年轻人 现在比较缺乏积极进取的动力 但是我在爱奇艺看到的 爱奇艺平均年龄只有28岁 5800个人只有28岁 是一个非常非常年轻的公司 我老板常常开玩笑 本来是27的 因为有了我所以变28 这个笑话我已经讲了很多次 所以我们同事都笑不出来 但是这是事实 这是事实 可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种付出 努力跟积极进取主动 很抱歉地说 我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比较难看到了 比较难看到了 所以我在这边就想说几句话 勉励一下大家 勉励一下大家 真的 你想想看 Mark Zuckerberg在写Facebook之后才二十几岁 他现在也不过才三十几岁 他已经是全世界 Top3最有钱的人之一了 你想想看 那个写那个 Snapchat 他现在已经是几十亿美金的估值 这家公司 他不到三十岁 他现在今天都还不到三十岁 所以我觉得年轻人 应该发挥你的想象 真的 外面的空间是非常大的 需要大家真的努力地去积极争取 不是没有机会的 谢谢杨总 积极争取就从头履历开始 有开放吧 好 我们再次给我们的张董和杨总 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今天再给我们这么棒的演讲 谢谢 谢谢